大家好 歡迎來到資金樓市無所 我是Casar 彭偉新 今天是10月31日 最後一天10月份 現在的時間是10點26分 今早的走勢 平開後出現一個明顯的下跌 跌了200多點後 跌幅又收窄了 最主要是大家對於外圍方面 包括美股的走勢 是有所憧憬的 抵消了部份香港正面對的 例如內房也好 甚至內地熱症也好 整體的影響的確是稍微減低了 其實看上星期出的美國經濟數據 反映美國的整體經濟通脹壓力是有所下降的 尤其是看PCE物價指數 9月份環比也好 甚至是同比也好 都有一個稍微下降的跡象 而且也看美國的整體個人消費的動力 未有出現一個回落 顯示到雖然加了息 但大家在收入 甚至開支方面 未有出現一個明顯的下降 都可以撐著經濟 加上剛出的房屋銷售數字 回落得比較明顯 正正可以令到大部分投資者 而對於樓市產生的通脹問題 是有個解決的機會 亦因這些數據公佈 在上星期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期貨 反映11月份整體的加息 加75點指的機會 亦稍微下跌 只有82% 不過大家都不要因為機會率下跌 而覺得美國在這次星期三的美國時間 會加息加少了 因為大家都預計了75點指的機會 基本上已經是差不多100% 不過現在市場的利率期貨 價格的變動是令到整個機會率輕輕回落 不過基本上加75點指是沒有原點 至於12月份的加息機會 大家的看法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我們看看剛剛的加息機會 在12月份看到50點指和75點指 就是最多人相信會加的水平 其中估計75點指的加幅機會有43.4% 另外加50點指的機會率有48.2% 就這樣看數字來說 都會預計起碼是50點指的加幅 亦都預期了 至於75點指是否沒有機會加呢 看看數字上 仍然差不多是4.3%的機會 所以在整體12月繼續加息 亦都沒有一個原點 在持續加息底下 究竟美國本身如何去看整體美股的表現呢 在上星期看到美匯的走勢 漲步回落到110以下 都是預示著 投資者願意將一些純美元的資產 穿回到一些風險資產 隨時影響到美股的整體表現 在持續的反彈下 上星期五 美股三個主要的指數 升的幅度更加達到2.5%以上 當中納指的反彈力度更加驚人 達到3.1% 帶動了美股全線上升 看回道指本身的整體走勢 今次由低位28,660點 一直反彈上來 之前來說 主要的阻力 包括20天線 甚至是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都升穿了 更加在星期五來說 成功收復 整個由34,281點 跌到28,660點 這個跌浪總跌幅的 61.8% 我們很多時候說 整個的跌浪總跌幅 能夠收復到 61.8% 就是破壞了這一段的下跌走勢 有機會甚至升上高位 34,280 我覺得整個美股在來這段時間 仍然會比較偏強 亦在期望美股進一步反彈的機會 因為在RSI來說 道指的RSI已經達到81 雖然很多人說 81是屬於超賣的水位 但在經驗上 81這個水位 未真正正正是真正的超賣 因為很多時來說 一個持續的超賣 會令到資金會更加快地湧入市場 令到RSI會更加高 所以在未跌到70以下 整體的美股反彈動力 是未有結束的 所以都需要小心 在這個時間來說 如果你想做淡美股的話 就非常慎不慎 亦需要在指示方面做足功夫 看看港股來說 上星期整體表現非常差 再跌8% 如果用上星期開市前的競爭市段 整體的資金流入 其實不是特別好 因為由12、24日開始看 我們看到 幸治都有好幾個資金流出 超過10億 24日有14.8億 26日有12.5億 雖然27日有18.8億的資金流入 但總括看回整個星期去看 即是開市前的競爭市段 是流出的資金為主 而其他的指數包括國指 甚至科指都有相似的情況 至於沽貨率或追貨率 我們甚至看到 很大多數的時間 其實都不屬於一個比較偏強的追貨率 只有10月27日 是有99%的情況 顯示著那一刻 有比較多的投資者 是願意追貨 所以這次的指數會上升 不過上個星期 基本上整個市是 走勢上先跌 反彈 然後再跌 這個虎頭蛇尾的形態 都可能是預視著 投資者的追貨的遙控不高 當然我們都說 未來究竟可否有資金 繼續游入港股 才會是一個重要 令市值不升得上去的重要因素 以上星期 整個星期的日線圖 去看回 整個行指 在今年3月份 低位18,235 升到上去 是22,523點之後 一直跌下來 並且一直跌 越跌越低 完成一浪低一浪 我們看到指數已經跌穿了 整個之前的反彈浪 整個升幅是1.618倍的水平 15,585點 這個位的失手 我們都會預計 短期內 就算是再反彈 這個水平仍然是一個 很重要的阻力位 至於再上一步反彈的話 當然就要看20天的移動平均線 整個港股 在這一段的下跌走勢來說 如果我們用一個月線圖去看 那就更加令投資者擔心 為何會令投資者擔心呢 原因呢 就是我們原本之前是看回 2011年當時是16,170點 應該是一個重要的關口 因為那個位置是歐傑基的低位 不應該跌穿 但是很可惜 之前跌穿了這個水平之餘 也都說 連這個15,585點 這個黃昂比率會跳1.618倍 都失手了 所以如果你看到 市場越跌越深的現象 就應該是持續的 我們都預計現在 雖然保利加通道的水平高度 抹得很闊 但是那個闊度來講 又沒有去到 金融海嘯的情況 而且亦都見到一件事 我們在上幾次 就是那個叫做 行車低位的時候 當時的保利加通道的水平高度 都是沒有現在那麼闊 現在來說 我想最主要大家最害怕的 都仍然在說內地的經濟 內地的疫情 甚至是中美關係 台海的發展 這些全部都是令到大家有所擔憂 亦都因此因素 令到資金不肯進入 至於恒指在走勢上 當有金融海嘯低位 10676點 升到最高是33484 我們看回主要的支持位 在19300的位置 都已經失手了 變相大家要小心 這陣子的回調 令到之前的升浪結束 這陣子的回調 是會有機會將整個升浪 100%會收復 大家要看著10676這個位 雖然我都不希望市場跌到這麼低 但是有時候才做一些準備 會比較好 因為起碼到時跌到這些位置 整個升浪是完全沒有了 我們到時才做一些比較大延的部署 所以對投資的整體回報是會更加好 而現在看回整個港股 在今宵早開市 只是跌了32點底下 我們看看資金流向 在今宵早上出現了什麼情況 今宵早上來說 其實市場又不是跌了很多 即是30多點開市時 也沒有一些新的資金流入 恒之來說 只有420萬的資金流入 而國指有100萬的資金流入 另外科指有9400萬 在這個追貨率來說 全部都是很低的數字 4% 19.2% 都不是顯示著市場可以轉強的一個訊號 很多人就會說 不是這麼大的跌貨 也都是資金流向 都是沒有什麼方向 會不會是預視著市場不應該跌 或者是跌下去 甚至是有機會倒升 其實最重要的都是看回一件事 恒之本今天如果是如無意外的話 是可以跟回外圍反彈 你不要說升好像美股那樣2% 升1%其實都應該 但是今早就沒有這些情況出現 之餘也都是繼續下跌 所以都是顯示著市場很難做好 我們都相信在現在來說 在沒有新的資金流入 但以下 港股的整體走勢 是會繼續受A股下跌 而拖累了 所以如果你看過後市來說 港股在短期的反彈 是會有的 但是反彈阻力 就應該是步步為營 當中來說 在短期的反彈 最主要是會看到 30分鐘的20均線 那個水平來說 應該都是大概15,200左右 就算真的去到這個位置來說 我都相信很難再進一步上升 至於這個水平如果真是幸運 有利好消息 即是突破的話 都是上回到這個 30分鐘的即市圖 這個保利加通道頂部 大概是15,800 其實在現在的水平來說 要升上去 1,000點 仍然有一定的難度 所以投資者在短期的部署來說 是要非常深深 看回今個星期 其實亦都比較多的經濟數據 當中包括內地的PMI數值 另外亦都會公佈 美國那邊的ISM數值 就業數據 PMI數據 以及非農就業人數的變化 因為這個數字來說 正正是大家慣性 一定會看回整體的數值表現 因為這個數字會直接影響到 大家對於未來的加息的預期 也會影響到美匯指數走勢 至於另外的一些經濟數據來說 亦都需要繼續留意 我們會看回整個美國聯儲局的議息會議 對於這個數值來說 這個數值來說 就是一個經濟展望 也會在未來的議息會議後 會公佈對整體前景 究竟需不需要大幅加息 甚至大家如何看回這次加息之後 整個美國加息的部分 會不會有再進一步加大 或者加快的機會 都會是需要留意的 另外亦都需要看最後星期五 會公佈的十月份的非農的新增職位 以及亦都會看回十月份的失業率 這些來說都是一些從而指標 使大家看看有沒有機會見到加息的步伐 是正正可能說明年的第一季會見頂的了 再看回這個星期來說 需要留意的就是 如果在美國的加息 仍然12月份加50點子的機會 是可以維持在現在的水平來說 美股會繼續反彈 但如果加75點子的機會會升的話 那美股的反彈就要小心 在這個反彈幅度來說 就沒有辦法維持到 跌下去的61.8%的收幅水平 就需要對美股的走勢 整體前景是要看淡一點的 至於美國來說 整體通脹的數據 或者可能已經見頂的 但問題是會不會見到就業數據 都會有轉弱呢 這絕對對於明年年中前 在成率見頂是有一個重要的幫助 另外也要留意 所以我們會使用跌浪起步位 作為一個反彈的目標 至於港股來說 上星期基本上沒有一致的資金流入方向 令港股來說 應該是沒有辦法跟隨美股做反彈的 至於內地市走弱的話 甚至會影響到港股的短期表現 看看港股恒指的RSI 跌到30以下 基本上都預算港股很難有一個比較好的表現 有時暫時看回港股會有機會跟隨內地股市進一步下跌 甚至是再試到一些新低烈的 好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們明天再見 如果各位有任何對於過股或大市的看法或問題的話 歡迎在以下的留言板留言 我會盡快解答給大家 好 今天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拜拜